遭到警方围捕 窃賊嚇壞了 站在原地動都不敢動 車廂內被搜出大量髒物 但還不只有這些 直接進到嫌犯家中 名表被藏在屋內角落 原警翻箱 倒櫃搜出各式錶款 這東西沒有一個是他的 原來窃賊相當狡猾 洋裝成住戶 直接闖入附近社區行情 嫌犯的其實是當地的冠妻 就是看準這棟社區長期 這個大門都是半開的 所以才能趁機進到裡頭行前 不慌不忙 從對街輕輕鬆鬆闖入社區 對當地環境非常熟悉 但看到不明人是闖入包圈 連藍都沒有藍 剛好給了竊賊下手的好時機 把被害人收藏的13支名表 搜刮一空 前面都是沒有關的 習慣了都沒有事情 十幾年 十幾年了吧 社區安全漏洞擺出 包圈管理又不確實 才會被竊賊盯上 讓住戶成了受害者 欲哭無淚 因為每支名表價值不菲 世界知名名表 每支要價超過數十萬 住戶因此損失慘重 社區內的二樓 一間住戶二樓從後沒關 疑似他洋裝裡面的住戶 騙過這個保全 那進入中庭 社區安危不受重視 才會讓竊賊有機可趁 好在這次知識偷東西 如果他別有目的 住戶最基本的居住安全 誰來保障 接著許志明 宋香林 新北市報導 再次結束